欢迎持续锁定的是9点热话题 我是詹书涵 要带你看到今天疫情持续在延烧 而新增的数量是240例的本土确诊 已经连续四天单日都破百 今天主要新增依旧是双北地区为主 中和是占了33例 而万华则是有48例 我们今天现在病例稍微少了一点 也是240位 这累积出来的数目是非常的惊人 本土跟案连四天破百例 18号本土案例累积到了121例 更首度超过境外移入 当日就新增了240例 新北占了106例中和最多 其次台北市102例 主要集中在万华区 再来桃园 彰化 基隆 高雄 最新多了新竹市都有本土确诊 一半县市沦陷 但有51例感染源不明 29例疫调中 一天的上下不足以代表疫情的控制 我们当然希望这是一个sign 再往下转 但是我们不会这样的一个乐观 来看这个事情 这波疫情何时看到镜头 陈世中话说的保守 从万华筛检率 初期高风险者筛检阳性偏高 5月14号阳性率11% 隔天9.4% 再到17号7.9%逐步下降 绝对数的下降 可能代表是筛检不足 绝对数的下降跟阳性率的下降 那对我们在未来的疫情的观察 也是几个重要的指标 尤其新北疫情热区 卫生局最新公布足迹 包含景安 家乐福 板桥 环球 碧檀 大润发等大卖场 都曾有确诊者到过 其次中和景安站 三合夜市 卢州中原公园 还多次重复出现 本土个案连续百例起掉 跟新增两例死亡个案 累计了14例的死亡个案 案1522在万华工作 16号确诊在家等收治 没想到隔天却被发现 卧岛家中不幸死亡 另外案2095 80多岁男性在亚东医院 住院遭到感染 16号确诊 隔天疫情恶化病逝 面对来势汹汹的变种病毒 疫情延峻时期 防堵成了首要关键 第一本新闻 李恩智 苏凯神 周游圈S&G小组 台北报道 而台北市万华出现了 确诊的死亡个案 60多岁妇人 16号确诊 在家离世 而17号呢 她突然间失联 锦销破门的时候 她已经不致身亡 事态紧急 赶紧拿出破坏器材 要撬开大门 仔细看锦销人员 和卫生局人员 每个都全副武装 戴上面罩和防毒面具 原来要救出的民众 是隔离中的确诊者 好不容易进到屋内 却发现患者已经身亡 台湾新幻肺炎 死亡个案再添一例 她是前两天公布的 其中一名确诊患者 案1522 这名60多岁的妇人 独居在台北市万华 距离重灾区 柴艺间很近 也在附近工作 被发现时 已经倒在家中 没了呼吸 但她明明确诊人 怎么会在家里 卫生局表示 因为确诊人数大暴增 根本来不及安排船尾给她 才会请她在家中隔离 没想到病情急转直下 原来这名妇人 在确诊当天 由于医院的病床不够 才会要求她在家里面 进行隔离 没想到才短短不到两天 就传出病逝的消息 这名案1522 早在5月10号 就已经出现发烧情形 14号曾经自行 前往医院就医快筛 同一天晚上 因为还是不舒服 又跑到另一家医院 进行筛检 16号确诊 却因为医院病床不足 被卫生局要求在家中隔离 17号突然失联 家人紧急通报 警销破门 没想到却发现 她倒在家中 没了呼吸心跳 松癮后仍然宣告不治 5月14日就医裁检 5月16日确诊 那于案于 个案17日导卧家中 同日送医急救 无效不幸死亡 确诊患者没有床位 病逝家中 也反映出目前医疗量能 严重不足 像他一样 没办法到医院的确诊患者 恐怕还有更多 分散在不同的社区里面 TVBS新闯幕宣官 S小组 台北报道 亚东医院爆发了群聚感染 累计11个人确诊 其中一名86岁的患者 17号的下午 突然间过世了 而TVBS是独家访问到了死者的家属 他对于讯息的传递 以及院内的防控 感到很失望 新北市一名老爷爷 在4月底的时候 急诊住到了里面的8D病房 没有想到后来爆发了群聚事件 而家属也在5月17号下午 收到了死亡通知书 亚东医院群聚爆出第一例死亡个案 是一名86岁老翁 本身有高血压 大糖尿病慢性肾脏病 胃溃疡等慢性病 4月26号因肺纤维急性恶化 并尿道感染 近期诊后隔天入院 当时裁剪阴性 5月15号因其他病逝 出现确诊者 进行第一次裁剪 当时也阴性 但5月16号傍晚恶财转阳 17号凌晨转入负压隔离病房 下午1点 护理师探视时 进行病胃管护理 后来再探视 病患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两年左右不幸病逝 院内感染期 早在我们看护通知我们 5月14号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已经封锁楼层的时候 好像是5月13号 那你在中央 偷偷一发 就是讲的时候 5月16号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已经有 三天的断层了 住院前采过 直到15号一采都还是阴性 住院中心研判 应该是住院后 才被隔壁房的指标个案传染 但目前传播顺序还要理清 只不过死者女儿脸书痛诉 认为是医院疏忽 才会造成感染 而且直到16号晚上11点多 才被通知父亲确诊 隔天下午就收到死亡通知 连好好送爸爸一程 机会都没有 4月16号去看我爷爷 急诊一次之后 我就是再也没有去过医院了 是不是我有去探病的 也要被匡列 到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人接到 所以这是不是 就是一个延迟的 对此亚东医院回复 5月14号上午封锁八地病房 第一时间有先扩大裁检 但依传染病防治法 需配合中央疫调后匡列 16号确诊后便以匡列看护 指挥中心 也已经裁检 是阴性 但人隔离 就怕有破口 只不过如今做再多补救 看在家属眼里 为时一万 恐怕短时间都接受不了 TVB新闻 张敏如黄金如鲜桶 台报道 而平时照顾亚东医院死者的是一名看护 随后他已经是被狂裂了 异彩结果阴性 照顾病患的同时 他并没有照顾其他人 但是否有其他人因此受到影响 还有调查 新增的死亡案例案 2015是一名80多岁的老先生 家属表示 他之前都住在板桥的一间护理之家 之后因为原有的肺纤维化 恶化住进亚东医院才遭到感染 病情急转直下隔天死亡 而照顾他的看护 恐怕也受到影响 关于亚东这一例死亡的这个个案 那他的看护的部分 的确有匡列 而且已经裁检了 他的裁检是阴性 这名看护是与医院合作的看护公司 转介给家属的 虽然当下已经被匡列一采为阴性 也强调他只单一照顾案 2095没有接触其他病患 不过万一有接触家人 或是其他同事 恐怕影响层面又扩大 另外案2095 他住在8D16之2 核指标个案 明明隔了几间病逝 怎么也被感染 受到共同的环境 或者照顾他们的人 互相有交流 或者医护人员 都有可能 环境有可能 空气一般是 可能性比较低 同处在一个环境 加上护理师走动 都可能是传播因子 看看这次被感染的病逝位置 指标个案案1375 住在8D15之2 隔壁的一床和三床都被感染 甚至波及家属也确诊 同个病房 不同病逝的8D10之2 以及他的看护也接连被感染 还有8D16一床和二床 也就是死亡案例 案2095住的地方 就连六楼的病患 因为岑云案1375 在急诊室隔壁床 同样没能逃过 亚东医院整起院内感染 已经累积到了11人 包含7名病患 1名看护 1名家属 以及2名护理师 毕竟指标个案 没能在进入医院时 被拦截 酿成破口 也让医院在抗疫路上 更艰辛 人会妇幼医院行政人员 确诊之后 高雄市府除了展开了 清零计划 也展开疫调 掌握到的是 他曾经到过万华 回程出现了 喉咙不适等等挣扎 原本中午就营业的 观光夜市 18号中午 却是空荡荡 所有店家大门深锁 由于警铃 高雄确诊的人会妇幼医院 市府还特地派人 前来消毒 不过实际上 却是确诊个案 沉到夜市消费 才会急着要净空消毒 但所有店家 却全都被 摸在鼓里 我去把我报导 说没有 对 我要拿手 给他抗壁来 原来在医院 担任行政工作 被列为案2069的男子 8号一早 就从凤山 搭火车到新左营站 之后搭高点到板桥 再转到万华 晚间又从台北搭高铁回到新左营 等到搭上火车回到凤山 直到凌晨才回到家 似乎花了不少时间 都待在万华 虽然隔天就没有出门 但10号就出现喉咙不适 13号到附近诊所就医 14号继续上班 虽然15及16号都在家 但17号人身体不适 才被通报裁检确诊 由于他13及14号中午 都跑到附近观光夜市买包子 市府才会到现场消毒 甚至他13号私下到诊所就诊 却疑似涉嫌隐匿 也害4名医护人员 及同时段的17名病患 全都遭到狂烈 他并没有向医师告知 他的万华旅游史 如今为了一日北上玩乐 涉嫌隐匿 除了造成工作的医院被禁空 还波及附近店家及诊所 也将被追究责任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人会医院现在可以说是爆发群聚了 一名女护理师 她只有短暂的跟确诊的同事 排队的时候有接触 结果就染疫了 第一时间呢 她的丈夫还没有接到通知 人呢还跑到医院去送东西 欢迎能几带口罩骑机车 火速离开人会医院 但她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 因为她可是被居家隔离的对象 4点多就说确准拿中标了 然后她不能回家了 然后叫我跟儿子再见 不可以乱趴趴 都要她不要趴趴走了 却为了帮太太送生活用品 出现在医院 只因为卫生局还来不及通知 她要隔离 而这样的大漏洞 恐怕将整个医院群聚状况 雪上加霜 而护理师这么会被感染 她是有一次排队的时候 她们在做检 她们在医院有进行 她们自己的健康检查 她排在她的前面 陈宇确诊的行政人员短暂接触 结果染疫 而人会医院接连传出两起确诊个案 第一时间市府紧急采取清零专案 分圈的方式匡列 其中第一圈匡列院内55名医护人员 跟36位的住院病患 再来是医院的外包商 以及第三圈的门诊病患 跟陪病家属 但除了人会医院之外 护理师的先生儿子 还有确诊行政人员去过的诊所 有接触到的四名护理人员 还有十七名的病患 也统统被匡列 总人数高达三百二十六人 让周围的里民好担心 除了人会医院这边要消毒之外 理想还说这条项子特别重要 因为在项子后方 是有医院的一个仓库 也是那个确诊者频繁出入的地方 至于确诊的行政人员 短正接触就染疫 因此环保局也针对消毒范围 扩大到医院周边的五个林里 要做大规模倾销 尽数斩断所有可能的传播链接 而中华邮政今天有员工确诊了 他在五月十号参加完了 模范邮工的表扬聚会之后 海州同事到了万华的阿公店续摊 结果隔天部分同事又组团 前往了澎湖旅游 一桌又一桌的游客 正在大旦烧烤海鲜美食 这是中华邮政的工会旅游 总共六十八人在十一号前往澎湖 当时玩得超嗨 但现在外界忧心恐怕成为防疫破口 因为旅游团内传出有人接触过中华邮政 确诊员工 虽然确诊者本人没去澎湖 但是他们前一天五月十号 才在台北国军英雄馆一起参与模范邮工表扬活动 现场超过百人群聚 其中包含交通部长王国财 还有劳动部长许明春 以及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吴宏谋等人 但不论在台上合影或者晚会唱歌时 通通没戴口罩 让人忧心是否需要全面裁剪 这名确诊员工是总公司内勤 虽然不会跟民众接触 但身为工会干部相当活跃 当天参加完表扬活动之后 又另外就三名同事到万华阿公店续托 他十四号有轻微症状 十五号主动前往快筛 后来出现阳性反应 在十八号确诊 空白期将近一个礼拜 而三名同行的同事 都已经给假要求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不过因为没有症状 目前还没排到快筛 目前确诊接触者已匡列大约30名 中华邮政总公司全面消毒后 以启动异地办公分流上班 而游工旅游行程之一的海洋牧场 也声明表示 除了每天消毒之外 以加强消毒完毕 尽全力防毒疫情 这边新闻综合报道 随着确诊数 居高不下可以说是草木皆兵 而医师就表示了 感染者有五到八成 都是没有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患者 所以也提醒大家 要把自己当成染疫者 记者陈玉文要带我们来掌握 好 居然看到 是从上周末开始双百进到三级警戒 当天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四天 我们的单日新增本土确诊 都是破百的 我们现在看到是 从这5月15号的180例 到这个206例 跟昨天的333例 还有今天的240例 这看起来都非常的惊人 所以大家真的要做好 你个人的卫生习惯 我们来看到这一位是这个胸腔重症医师 苏一峰 他就说 这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呢 可能多达五成到八成 都是属于无症状 或者是轻症的感染者 所以他呼吁大家 从现在开始 随时随地 把你自己以及别人 都当成是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保持好你们的社交距离之外 也戴好口罩 勤洗手 相信一定可以渡过这场难关的 我们看到这一位呢 是香港这港府的顾问专家 他就分析到 他认为台湾呢 其实防疫上做得不错 只不过就是在上个月 把这个机组员的检疫措施 缩短为三天 酿成很大的破口 他说香港是要求这机组员 必须隔离检疫长达21天 避免把这病毒带进社区 好不过来看到是 现在破口已经形成了 所以台湾社区出现很多的大量的传播链 所以他预估这疫情 恐怕会维持个一到两个月 而关于国内的疫情 中研院研究员何美香就表示了 推估整个社区呢 还有1400例的潜藏个案 现在还是看不到病毒的传播速度 本土确诊数周二稍稍下降 但仍有240例本土 中研院研究员何美香认为 目前看到的疫情 恐怕只是真实状况 冰山一角 我们假定我们是5月15号之前 都很不小心都在传播 5月15号开始我们就注意的话 那最后也是会2到14天 所以在14天之内 所有发生的病例都是5月15号 我们提升我们警觉 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也就是说5月15号往后推14天 都有可能还会爆出百例个案 而万华疫情热区筛出的阳性率 每天都超过一成 都要找出更多感染者 这样的检疫量能 恐怕远远不够 那比较急的是在双北 这个整个大范围 或者更往外拓 这范围是我们要立即 赶快的来成立 那这里面一定是需要人力的 那及早做一些人力的准备 扩充筛减量能 才能掌握真实状况 毕竟以美国计算出的 传播力R0值来看 在4.0到7.1之间 代表平均一位确诊个案 能传4到7人 专家也表示 国内重症40亿人来看 除以目前国内3%的感染率 恐怕国内社区 还有近1400例没筛出来 41个人 以三个人来算的话 至少有1400人 1400人在社区里面 医疗的能量是最重要的 假如我们是医疗一直崩溃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缩紧 不能够让它再发生 国内筛减量 每天约16000件 阳性率还要在持续下降 才代表量能足以掌握实际确诊数 R0值小于1 疫情就能得到控制 如果持续大于1 社区传播就不会停 虽然目前观察国内疫情 还没办法看出来实际的R0值 但专家认为 目前国内传播模式 还是以家人之间传播为主 只要减少外人间传播 疫情才有望 两周年降温 TVB新闻综合报道 那如果劳工因为工作的关系染疫了 是否有保障呢 现在劳保规定了 将会给付7成薪资 如果因为公务的因素遭到隔离 请防疫隔离下 那么雇主也必须要给新 运文持续来说明 因为国内疫情大爆发之下 防疫保单变得非常的热卖 目前粗估上看可能多达 销量是有30万张 所以很多的业者开始陆续要 停卖这个防疫保单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到是政府提供的补助 这包含是劳保局的劳保给付 以及卫福部所提供的 防疫补助津贴 首先来看到是 如果您是劳工的话 而且是因为工作而染疫 或者是收到隔离通知的话 可以申请劳保给付 那我们再来看到是 如果您是因为工作而染疫的人 这雇主是不能够要求你请假 请这个试假 请病假或者请特休假 必须要全额付给你应有的薪水之外 您还可以跟着劳保局 来申请这个劳保津贴的给付的部分 就是会付给大约是七成的薪水 不过呢 如果您是因为这个非工作而染疫的话 同样是可以申请的劳保局的津贴补助 但是呢 只会发五成的这个劳保投保的薪资 那再来看到是蛮多人可能遇到的状况就是 必须来隔离或是检疫 以及必须照顾你隔离的这个家人的话呢 可以跟卫福部来申请的是 这每人每天一千块钱的防疫补偿金 那最高可以领14天 总共是1.4万元 台北市一名九岁的女童确诊 却把她独自留在家中 怎么回事 因为和她同住的妈妈和阿姨 也先后确诊住院了 让母亲非常的着急 大声对警察说谢谢 她是住在万华的小女童 平常和妈妈以及阿姨同住 但三人都确诊 妈妈5月11筛检后 15日就住进医院 儿女童阿姨18日一早发病 就被送到和平医院留下女童艺人 北市医院应小薇接到 女童妈妈电话求助 表示小孩自己待在家非常害怕 求助我们的万华分局 然后分局长就请滑江派出所的所长 我们就这个也来不及在等卫生局 来不及在等社会局 一见到陈晴就赶快通知万华分局协助 分局长还自掏腰包买麦当劳要去给女童 没想到汉派出所远景前往住家时 竟然在外头巧遇女童 原来女童独自在家实在太害怕 出门要找妈妈 她大概一个人在家多久 至少十几个小时以上啦 从早上七八点到我找到孩子 已经五点多了吧 应小薇表示女童独处十几个小时 妈妈连络她时已经担心到语无伦次 所幸最后女童在下午五点多 已经有警员协助送医安置 我们在先后这个救人 然后协助病患的同时 那有一些这样的个案 我们卫生局社会局应该还有 包含去工作还需要再用心一点 女童金魂祭顺利落幕 应小薇也呼吁相关单位 要更加细心敏锐 别让类似情形再发生 TVBS新闻李国阵李怡婷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